陽明交通大學的教授李光生 他被指控引婚 而且還騙女助理當他的小三 而他的小三期間也有說他竟然都沒有花他錢 女友的薪水是國家致富 吃喝晚樂也讓EMBA有錢的學生買單 而且最特別的是他還詭辯自己有特殊體質 不准跟對方分手 女美女最對最親吻 她是骨科名醫 中國醫藥大學副社醫院副院長李光生 在醫界聲望良好的他 今日竟爆出偷吃女研究生 小三如果不跟他愛愛 還會被罰超心驚 根據《鏡週刊》報導 這名小三化名小沛表示 李光生當初隱瞞自己已婚的身份追求他 得手之後便要求小沛到他的研究室上班 很快的小沛發現李光生早有妻小 李卻哭著說和老婆感情不好 會盡快離婚娶小沛 並安排他讀洋交大EMBA 讓小沛心軟忍耐理在辦公室對自己動手動腳 小沛更表示李光生養他這個小三幾乎都是花別人的錢 薪水國家付聚餐學生出出油廠商包 連上床都是到台北車站附近的便宜旅館 小沛後來有了新對象想提分手 李光生就在工作上刁難他並對小沛放話 他和顏清鏢很熟黑白兩道都有人脈 還說自己有特殊體質感應得到小沛和其他男人有接觸 小沛拒絕喊他上床李光生更逼他超行驚 今年二月李光生抓狂把小沛驅離研究團隊 還打給小沛的姐姐說他交了壞朋友 讓小沛忍無可忍決心斷乾淨 李光生還繼續糾纏傳下下籤給小沛 跟跑到小沛家樓下說有師父要救他 要他下樓跟師父談一下 小沛實在受不了 才決心揭開李光生的真面目 李光生隱婚騙女助理小沛當他的情婦 而當小沛提出了分手之後 李光生除了在工作上面白斑刁難 他甚至還裝神弄鬼說 你跟新環在一起此場就會變差 最熱烈的是他甚至還嗆說 他黑白兩道都有人 更誇口說他跟顏清鏢很熟 顏清鏢的小弟他隨時都可以使喚 讓小沛非常焦慮 不過對此李光生就回應了 他說他否認小沛是他的情婦 更說這一切的指控 都是由心人士惡意栽贓抹黑 李光生否認小沛是他的情婦 他強調小沛是非常優秀的助理與學生 他多年來很照顧他 因為他交到一個不好的男友 此人有緋聞爭議大 所以不希望他們在一起 後來小沛決定與他在一起 李光生也是祝福 不過李光生還強調 關於逼操血腥金 以及黑白兩道恐嚇之事 更沒有以工作權刁難 李光生表示 今年初小沛離職 還為他辦歡送會 有照片為證 一切指控都是有心人士 栽贓抹黑 接下來呢持續是關注到的是情感糾紛的新聞 近日中國網路最熱門的話題 就是電玩的神級陪玩玩家 21歲的胖貓 遭到爆料 與27歲的女友相戀兩年多 期間呢被女友榨乾了人民幣大約51萬元 折合台幣大約是227萬元 最後疑似是被女友斷癌式分手 而且呢還不答應跟他結婚 最後胖貓在悲憤之語選擇親身 中國遊戲界神級陪玩21歲的胖貓 平常以做陪玩帶練為生 但上個月突然親身 引發中國網友震驚 原來兩年前 她在交友軟體認識的27歲女子彈竹 改變了她的一生 當時彈竹為讓胖貓陪練遊戲 而對她發動攻勢 胖貓隨即嘴如愛河 但可能是因為家庭環境或自卑 胖貓對彈竹十分包容 不管彈竹要買昂貴的東西 還是和朋友出國旅遊 胖貓都會支付 胖貓甚至還出錢 讓彈竹一元經營花店的夢想 並為了彈竹一句不喜歡遠距離戀愛 從湖南搬到四川重慶 為了供養彈竹 胖貓每日每夜的接單陪玩 但最後還是換來彈竹的斷牙式分手 最後胖貓悲痛的選擇在4月11號親身 在胖貓親身前 還將自己的存款圈轉給彈竹 並在彈竹開的花店訂了760朵花給他 因為這天是兩人認識760天 他希望彈竹收花開心 可見胖貓的愛之聲 整起事件直到胖貓的姐姐曝光之後 大眾才知道胖貓在這段時間悲慘的遭遇 原來在他們交往的這兩年間 胖貓前後在彈竹身上花了人民幣51萬元 約新台幣227萬元 彈竹還曾經承諾過今年5月就與胖貓登記結婚 但後來胖貓卻遭到彈竹的冷暴力 彈竹甚至以喜歡女生為由 單方面強制與胖貓分手 而胖貓在社群帳號的頭貼上寫著 我不想吃10塊的外賣 我想吃麥當勞 讓許多網友看了悲憤難耐 紛紛點外送送到胖貓情深的地方 希望他在黃泉路上能飽餐一頓 雖然彈竹事後在網路上發聲明表示 已經與胖貓的父親協商好 推還13萬人民幣 但對兩年來如何壓榨胖貓一事 直辭不提又引發網友怒火 事件引發關注之後 有大批網友指責胖貓的前女友 彈竹玩弄感情戀才 而4日的時候 中國網路上面有一名女子上傳了影片 自稱是胖貓的前女友彈竹 並且承認辜負了胖貓的感情 向公眾鞠躬道歉 不過這段道歉影片 網友們並不買單 指責該女子利用事件吃人血饅頭 還罵她穿著輕挑不尊重死者 5月4日晚間 一名自稱是事件女主角 譚竹的長髮女子發布了影片 片中她表示自己後悔 沒有好好珍惜胖貓 辜負了對方的真心 感到很抱歉 並在影片幕尾90度鞠躬道歉 不過這支影片公開後 卻沒有辦法平息群眾怒火 除了懷疑片中的女子 是否真的是彈竹之外 又針對這名自稱是彈竹的女子的衣着 猛烈批評 網友指稱 片中彈竹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十分敷衍 感覺只是想平息事端 沒有真心對胖貓感到抱歉 還批評她拍片時 穿著牛仔熱褲輕挑 認為她還有精心打扮 一身性感衣室根本就是對死者不盡 甚至還有網友指稱 彈竹所謂的道歉 就是為了吸引網路流量 吃人血饅頭 而在網友激烈反應後不久 彈竹又再度發布新的短片 片中已經換上一件黑色上衣以及格子長褲 在關心一則國際消息喔 小夢你平常喜歡看韓劇嗎 還蠻喜歡的喔 對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韓劇來紓壓 不過呢就有一個國家例外喔 那就是北韓 北韓他為了避免國人被南韓的思想文化給洗腦 所以就訂了一個法律 他就說你如果偷看韓劇的話 最嚴重的話可能會被判處死刑 哇很嚴重的一個刑罰欸 對啊非常的嚴重喔 那麼就有兩名少女呢 他們因為私底下常常收看韓劇 這已經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小確幸了 但是沒有想到在前年12月的時候啊 就被鄰居舉報了 兩個人就被秘密警察給逮捕 還被移送到公開批鬥大會 那最後呢這兩個人是被送往犯罪程度 叫輕者關的那個收容所去 那原本這兩個人呢 他們是只要服刑3到5年就好 但是最近啊 保衛神就突然以近年來的國際情勢 變得很複雜為理由 將這兩名少女是公開槍殺處死 這讓人非常的震驚 對那其實在台灣還蠻幸福的喔 可以大看特看韓劇 沒錯 好接著呢讓我們把焦點給拉回台灣 新北淡水區呢有一間工程的裝潢公司 在5日的晚間呢發生了一起兇殺案 有一名離職的前員工回公司 向老闆追討積欠的薪水 那雙方馬上就爆發了口角 並且護持刀蟹對峙 最後呢慘被老闆刺傷多刀送一不治 淡水該工程裝潢公司 42歲的前員工 於5日晚間10點51分 到位於中正路的一樓公司宿舍 與45歲的陳姓老闆追討積欠的薪資 雙方爆發口角 陳男在用刀刺殺前員工後逃逸 爭執的過程中 死者拿出開山刀 陳男則持摺疊刀 雙方爆發推擠 死者的胸部 肩部 以及多處都遭到了刺殺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之後送一不治 警方抵達後封鎖了現場 將陳男與在場的三人 帶回警局 釐清案情 死者經過醫院判斷 致命傷 尾心臟的兩處刀傷 警方訊後以殺人罪嫌 將陳男移送地檢署偵辦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到的是 新竹有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 朱姓男子 他在2021年9月 持菜刀將母親給砍死了 再分屍當垃圾丟棄 遭判處 無期徒刑定驗 而朱姓男子的外公外婆 因為不捨女兒慘死 而且他的遺產 還得讓孽孫給繼承 因此提出了確認遺產 繼承權的不存在訴訟 朱男確認強調他殺人 是因為正當防衛 而新竹地院認為朱男 有主觀上面的故意殺人 所以依法判決 喪失繼承權 帶著手銬腳樓走出警局 這名29歲的朱姓男子 兩年前狠心殺母分屍 如今還想繼承遺產 說殺媽媽是正當防衛 回顧案情 2021年9月55歲的楊姓母親 將患有精神病的朱男 從安養之家接回家 沒想到朱男隔天進持菜刀 狂砍母親警部致死 再用砂輪機分屍 並分樁丟進垃圾車 更找清潔人員說自己殺豬 要清理血跡 老闆發現有意報警 整起事件才曝光 朱男三省皆被判無期徒刑 而死者養母的父母親 也就是朱男的外公外婆 僅致認為外孫把女兒殺死 還能拿女兒的遺產不合理 提出確認遺產繼承權 不存在訴訟 朱男出庭時還變成 她不是故意殺母親 是因為被媽媽關在康復之家 財產又被控制 才會正當防衛殺害媽媽 而且媽媽生前有立遺囑 說遺產會留給她 朱男更表示 難道錢之後她會蓋房子來賣 可以賺好幾億好幾兆 該賠給外公外婆的錢 絕對不會少 不過法官認定 朱男趁媽媽從廁所出來時行凶 猛砍脖子極為兇殘 且為故意殺人 故意明法第1145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判準外公外婆請求 朱男喪失養母的繼承權可上訴 同樣是遺產問題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的是 於天的女婿陳健 金豹與詐騙集團竟然有所勾結 擔任車手頭子 被警方依照詐欺罪嫌 迎送新北地檢署收押 而玉香權透露 其餘願期生前有留下了千萬元的遺產 擔心會被當成髒款扣押 而對此 律師蘇文俊他就指出 如果這一筆錢 全數都在陳健的名下 恐怕難逃被扣押的命運 律師蘇文俊指出 檢方追查此類詐騙案件時 一般會無差別扣押被告的所有資產 除了是為了追查髒款 也是用來賠償被害人 而蘇文俊指出 如果這筆錢是放在其他家人的賬戶 而且金流證實是餘願期留下 滿足這兩個證據的前提之下 當然沒有問題不會被扣押 但如果這筆錢全數都在陳健名下 就算能證明這筆錢來自餘願期 並且初始目的是用於教育費用 或者是有陳健代為保管 在法律上只能視為對陳健 有一個返還款項 或者是請求代為支付教育費用的債權存在 這個債權並沒有優先順序的差別 因為這只是餘願期夫妻間的約定 無法對他人主張 因此要讓這筆錢 免於被扣押或追討 可能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直言今天現金如果全部都在陳健名下 那問題真的就大條了